你是学霸吗 不是 你应该从小就学习还可以咯 河北人一般学习都不差 河北 这跟地狱还有关系 河北的班最高 那我请问哪个地区的人学习不好 你说我听听 只有更好没有不好 漂亮 它的确是反应很灵敏 你发现没有 你本科是读什么专业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 对 好厉害 然后硕士考了个工商管理 对 怎么跨度这么大 其实MBA它是一个大人权的专业 它就是给一些 目前可能目标性不太明确的 有一点小迷茫的年轻人 或者说是有一些资历的人 他去读两年 在学校沉淀一下 多学一学习 再来看自己适合哪个方向 你为什么会想到 到菲尼默所来应聘这个职位 因为现在处于瓶颈期 我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好我想知道 你所谓的瓶颈期 这三个知识是什么 一般的女孩 达到你这个第一个有一份好的商业地产工作 第二个自己形象不错 第三个自己各方面能力还能游刃有余 应该说没有瓶颈期 我想听听 你这个优秀的人所理解的 自身的瓶颈期是哪些 我觉得我最大的瓶颈期就是处于像我报名表上填的 可能目前加班的情况特别多 我已经记得上一次11点之前下班是什么状态 然后我上班是8点半 那我并不是说我对于加班这件事情有多么排斥 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一直用这样的很长的一个时间 生活中的时间去做一些 我没有一些学习进步空间的事情 没有突破性的事情 我觉得是一种时间的浪费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是做这个商业地产的资产管理对吧 对 你这个岗位做多久了 一年 你是独立工作还是团队工作呢 那有一个客观事实就是我们团队只有两个人 管理的是所有集团的投资性房地产 人员的紧缺是不是恰恰是你能够展现自己的机会呢 我们干得更漂亮的时候会得到更多的重用 我会有提升空间 对吧 你才做了一年就到平景期了 那你如果到了其他岗位之后再做一年还会出现问题的话 相同的问题是不是还会再出现呢 这个公司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家公司我没有离开过 那前三年是做的成本岗 就是招财 因为我专业 你在这干了四年了 第四个年头 我之所以到资产管理是因为之前 人力可能对这个自然管理岗位进行了一个评估 那觉得内部的人比较适合的人就是我把我调过来的 你辞了吗 没 你还没辞呢 对 我要诚实地说 为什么不辞 找到赛家在辞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是 说说你那小黑本上记了什么 我记了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一个下班就蹭 但是我不是这样的 我第一年在那个厂里面上班的时候 我就一边这样加班一边可开心了 你是死都不撤 不是 我就因为他借价的 我多做多得嘛 然后第二点就是他已经有工作 他现在有过来找工作 就是他会跳槽很厉害 你就是说不厚道呗 不稳定不厚道 你是不是觉得这不厚道 骑驴找马不厚道 是的 对吧 那你陪着别人去逛街厚道吗 那 你刚才投诉我方的选手是怎么样 下班就撤 觉得不够爱岗敬业对不对 但是你的简历里有一点分明写到了 2012到2016在Muse酒吧 前台主管期间离职的原因是因为 不能熬夜太久 你觉得自己算是爱岗敬业吗 我要替赵坤的话说一句 晚上九点钟到第二天七点钟 如果在这个时间坚持四年 我认为这个人很有狠心 这个工作是谁让他做的 我认为这个工作是生活让他做的 那他为什么要抱怨 他没有抱怨 我觉得他还是很坚持的 但是他想选择更好的一个生活方式 他是对工作很认真的 而且坚持了四年 咱们且走且看吧 这才第一轮嘛 第一轮选择的标准 如果对两个都不感兴趣 请灭灯 反之请留灯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